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CEO书坊 本周这个书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 我看了这个封面 我就想买 第一个呢 就是多世代革命 他这个 讲到这个世代呢 事实上是这个 不同的generation 就是我们讲到人口结构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 这个题目 英文呢 叫the perennials perennials就是 我们讲到Z世代 什么世代 perennials就是多世代 他原来是形容植物 有很多的这个世代 那他这个文 这本书主要的 就是说是讲到说 现在大家以前讲的 都是年轻人 现在是很多的世代 他是一个 华顿商学院的教授 华顿是美国 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他的这个教授所写的 这个教授的名字叫 Moral Gulen 他的副标题 人口组成与科技创新 如何共创一个 颠覆学习工作与娱乐的未来 所以他就讲到了说 这个人口跟科技 把这两件事情 结合在一起 这是商周所出版的文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作者呢 他是自己本身 在第四点 他曾经过去出过一本书 叫做华顿商学院 趋势剖析 2030年的变局 那么他得到很多的 教学的奖项 那他也是华顿 负责MBA课程的 这个副院长 那这个书呢 讲的事实上 它是 这个重点呢 讲来讲去 就是说 这个人啊 各个世代都要去 拥抱科技 不是只有Z世代 不是只有这个星星世代 这个年轻人而已 各个世代 那人的话呢 过去 事实上是我们人 人的话就是 玩耍学习 玩耍就小孩子了 然后工作退休 人的话是过去这个阶段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是人的话 一生啊 就是说是这个 各个阶段 你都是可能还在工作 特别是随着现在生技科技的进步啊 等等各个阶段 而各个阶段的人啊 没有这个退休 你是不断的学习 所以这个书讲的最重要的意义啊 他讲的是 你要把它从科技跟人 人口结构的变迁 这个结合起来 那么 那么他的这个 就是说是这个 讲了很多的 一般的我们讲的传统的家庭 核心的家庭啊 我们的结婚 生子啊 等等 但是这个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他讲了有很多的这个家庭 现在传统的这种家庭啊 就是哦 我生三个小孩子 生两个小孩子 这个 很多人是独居的家庭 然后另外呢 还有多是 多重世代共存 这个以前呢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又买不起房子 所以跟他的父母亲住在一起啊 所以多代同堂啊 这个 这个带来好处 当然这有点 misleading了 不是说大家觉得说 真的喜欢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可能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 那么呢 就 但他另外呢 也讲到了说 说是这个 年轻啊 就是年轻人的这个世代 他破除年轻完美主义的迷思啊 就是这个 让自由冒险主义当道 他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现在这个 任何的人啊 都你要自由 自由冒险 不是只有这个 年轻人才是好的 你各个世代都要 都要 都要懂得这个冒险 那未来的就业市场 重视变动 终身学习 那这个是这个话 主要是 不是讲给年轻人听的 是讲给中年人 甚至是老年人听的啊 就所以 你如果作为一个 新兴时代的这个人类 他革命是革什么命呢 就是你要有批判性的思考 多领域的 这个适应力 没有再说是固定的啊 老老是教你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的东西 什么元宇宙啦 现在看到AI啦 半导体啦 都是 然后很多很多的 这个还嘛 斯科 Neuralink啦 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你要多领域啊 试验 适应力 然后呢 你要有国际观 有国际观的话 就你要观国际啊 这个是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贵宾啊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台新经的 这个董事长啊 就是台新经 艺术文化的 郑家中董事长 跟我们讲 要有这个国际观 所以你要国际观 你语言是很重要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他提到一个 这个概念 就一个人多重职业 以前你就说啊 我可能就是 做制造业 我可能就做服务业 但是你随着你的年龄上升 你在不同的阶段 你可能有不同的职业 或者你是有斜杠人生 你自己是个制造业 但你可能又是一个老师 你又是一个顾问 所以你第二个是年龄上升啊 然后科技进步 所以就多重的这个职业 那多世代的这个职场 那他第五点 他这里面讲了 这个多世代的员工 不老世代 所以一个公司里面呢 就你的员工呢 就是可能 可能有老的人 可能有年轻的人 那这些青老啊 都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重新想象 这个退休 退休这个事情呢 就是不是那么的重要 未来的话呢 是一个不休 我们讲说不业程 那现在这个人 人生可能变成一个 不休人生啊 就是我希望 我是能够一直做下去了 但我自己 给我的目标 是至少要到70岁 我今年63岁 我要能够 这个不工作的 这个空虚 这的确 我要是不工作 我一天不工作 我就觉得很空虚 但这工作呢 不是只是做现有的事情 我是每天都在学习一些新资 跟年轻的朋友 跟年轻人 跟新的科技学习 那未来的话 很多的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就是 你不是在某个公司打工了 这个很重要 女性也是很重要 传统的女性是比较passive 那这本书里面讲 这个书里面 其实讲的一些事情啊 不是别的书里面 没有讲过 只是他是用一个特别的视角 他特别的视角 就是多世代 很多的人 未来的话 他的这个重点呢 就是因为一般 我们看到书就讲 Z世代 或者这个就是 我的好朋友 吴春成 就现在民进党的立委 民众党的立委 他就讲说 壮世代 那有的人说 老人要工作年轻 他说现在这个都是要 就是多世代 多世代混在一起 那男生的世代 女性的世代 也混在一起 所以女性 这个就是说 第四点 爸爸有赏妈妈受罚 这个是不对的 那他另外的就是说 打破世代为主的消费市场 第三点讲到 无灵消费者 不老世代 后世代 这个就是这本书 就是好看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不老世代 就是像这老coco 后世代 就是这些的新的世代 那以前的话 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针对 某一个世代的行销等等 但他这个里面 传统的 他就作者提到了 你的观念可能要改变 你认为是这些的 就是年轻人的东西 但是老的人也有兴趣 刚才我跟我们工作人员 谈的时候 说Tito Tito他说 他有没有看 他说没有看 现在都是二十几岁的人在看 但是他说 我爸爸妈妈也有在看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时候 你的这个东西 不只是这个年轻的世代 老的世代也在看 所以你没有说一个产品 是说我只给这个世代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 要迈向个后世代 后世代的社会 就是说不再以世代 来做一个分野 人人都是不老世代 就每一个人都会是 就会去拥抱一些新的科技 放弃僵化的人生序列 拥抱不老世代 就你的不老 是不是你的年龄不老 你的心态不老 你的年纪大的人 你也可以去看Tito 你也可以去做 然后人生时辰 比较多元的身边途径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说 哎呀 我的30岁以后 我60岁就要退休 我30岁以后就要工作 那50岁以后就 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中间就是终生学习 所以他的这个世代的观 这本书讲的 与其说是一本科技的书 更多是一个 讲人口社会变迁的书 那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是 第一个用这个创新的视角 我以前讲 看到的都是讲 什么Z世代 什么壮世代 什么不老世代 但这个书今天讲的是 一个不老世代 所以我们今天世代 已经混合在一起 所以他提出一个名字 叫Perennium 就是多世代 多世代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一个真正的机会的产生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过去我没有看到这个人 把他像这个作者一样 把他混合在一起 讲得那么清楚 我想重点是要终生学习 那多世代要共存 让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节目的收看人 也有各个世代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 各多的世代 共存共融 享受美好的未来 谢谢 这是以上 我为各位介绍本周的好书 感谢观看